高耀杰告诉美国之音 90年代初在中国河南发生的 艾滋病大面积蔓延现象 其根本原因就是当局提倡农民 卖雪浆挣钱的雪浆经济引起的 他说现在政府的态度比较缓和了 习近平管住了安徽的艾滋病 但河南的问题仍不让说 他开始死暴露这个姓从前面 吸毒 老百姓穷人都没了饭吃 有一个病人叫秦桂花 我至少求他家三次 家里穷人呀 有病和咱别写孙 我们知道情况比他上天光高 因为我求他家嘛 对不对啊 政府说他是其中传播 现在就是说 全传播不想说 为什么不想说呢 你为什么 上面有人保密 为保住搜集到的资料 他于2009年逃离中国 来到美国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黎安有帮助下寄居纽约 仅仅数年间 他就出版了好几本书 但现年即将90岁的他说 身体状况 每况愈下 已经不能再写了 现在我不写了 写不成 为什么 有时候 我两天被人都消灭了字 高耀杰 高耀杰已经获得了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有三位护工提供24小时的护理 他在美国和中国的亲属也会来看他 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他回去 现在是我的身体不能回去 我你们看我刚才在睡觉 我现在高耀杨 昨天二百多 今天因为起 所以我的身体是回不去 回不去 不过在这里 生活还很好 这房子连便 两天 没有得你要收招来的钱 谁给的我也不知道 不过在这里 不给你 再往这边 那么早上 不许我 不能 不许你 找我 游子 不许你 不许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